即时新闻综合报道,PTT实业方,PTT,今日PO文宣布,为配合高压电设备年度检验,PTT将于本周六白天期间暂停服务,隔日也会进行例行系统维护,消息一出引发乡民哀嚎。 PTT实业方,PTT,是我国最大网络论坛,但今日中午各看板陆续出现公告,只为配合高压电设备年度检验,下月四日包含PTT,PTT网页版都将于早上七点半至下午五点半暂停服务,PTT二则是会从早上五点就开始例行系统维护,暂停服务会持续到五点半。 公告也指出,隔日早上五点仍会进行短暂制例行系统维护,这项消息传出后,让许多乡民为之崩溃,纷纷回吻直呼末日即将来临,这样我那天要怎么活,世界末日,生命失去意义等。 也有人提到刚好撞到台中大赛,台中战,战,停机,484有阴谋,阴谋,因为炉石战绩世界巡回赛,HCT,台中大赛将于8月2日至5日举行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